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海军分享一个好吃的发面糖酥饼 外酥里软又香甜 做法超简单 首先准备一斤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的酵母粉 1克的小苏打 1克的无铝泡打粉 打入1克鸡蛋,约60克 加入20克红麻油 然后用280克的纯牛奶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成没有干粉的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 刚开始如果揉不匀 可以醒上一会儿再来揉面 盖上盖子,醒上20分钟 来火一个油酥面 100克的面粉 加入70克的红麻油 没有这个红麻油的可以用石油油 搅拌均匀 调成稍微稠一点的油酥 放在一边备用 最后来调个糖馅 碗中放入红糖100克 白糖50克 面粉60克 一点点白芝麻增香 再加入少许的红油 几滴白酒增加香味 充分的搅拌均匀 给它翻拌均匀 糖馅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经过20分钟的醒发 这个面基本是半醒发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一些干粉 取出醒正好的面团 给面团揉一揉 排进里面的气体 面团简单揉几下即可 撒一点干粉防粘 然后给它擀成长方形的大片 擀成这样稍微薄一点的大片状 厚度大约在0.2厘米左右 面片的表面 粘上我们制作好的油酥 然后利用一个刮板 把油酥刮平抹匀 然后再撒上一层干粉 这样层次更好 然后从底边给它卷制起来 一边卷一边沉拉 就让卷出来 做出来的成品层更多一些 卷成这样的长筒状 整理一下 让它粗细均匀 卷好以后 我们给它斜刀切开 切成这样的提醒 切好的面剂子 把两边层层往里推一推 把盒封住 然后沿着边缘 转动 一边转一边捏 最后捏出一个味 这间压一下 放上糖虾 差不多一个皮 放上三勺馅料 然后虎口往上拖 一边拖 一边拖一边转圈 一边拖一边转圈 封盐封紧 记住这个口一定要封盐 整理一下 包好的面剂子 整理一下 直接压扁 先擀正面 再擀反面 这样层次保护一致 擀成这样的小圆饼即可 干烤的饼皮 在中间的部位 给它印个印章 家里没有的 我们就可以省略这一步 饼屯提前预热 刷薄薄的一层油 油热以后 饼正面朝下 放入饼皮 饼的表面也拎少许的油 全程开中火烙饼 火候不要太大 烙至饼的底面变色 给饼翻面 翻面以后 继续保持中火慢烙 烙至饼的另一边变色了 再次翻面 漂亮 翻面以后 再把颜色上的均匀一些 烙这个饼整个过程 大约需要五六分钟的时间 烙至饼的两边 都称这样的金黄色 看一下 边缘已经掉渣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出锅 轻轻一碰还掉渣 掰开里面 里面是层多又渲染 满满的糖馅 如果喜欢吃 自己在家做 健康又卫生 我们再也不用出去买了